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痛不欲生,来去如风,痛风 令1466万国人饱受折磨 夏季天热,空调夜宵,冰皮海鲜,暴饮暴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往往容易导致血尿酸,骤人升高 或者将尿酸药物导致血尿酸骤人降低,从而诱发痛风的发作 蓝癌有研究表明,我国仅有22%左右的痛风患者将尿酸水平控制在标准范围内 为何还剩80%痛风的人,尿酸处于失控状态,难以控制 第一,缺乏治疗 第二,不按疗程用药 第三,用药方式错误 第四,不定期复查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中药茶饮 有加速尿酸的排出,防止痛风发作的作用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15克茯苓 茯苓作为一种人们熟知的中药 茯苓的功效与作用对人体是有着诸多的好处 不仅可以止咳、去湿、健脾、合胃 在体内出现炎症的时候 还可以起到一种抗菌消炎的作用 还可以缓解人们的水肘症状 还可以促进身体的代谢功能 促使失眠人群、入眠 茯苓的功效一,可以止咳、去湿 很多长期咳嗽不育的人 身体内部有着很大的湿气 如果长期咳嗽不育的话 茯苓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第二,健脾、合胃 茯苓作为一种中药 它的保健效果是极好的 对于脾胃虚寒的人们来说 也就是消化不良 经常会拉肚子的人们来说 可以用茯苓搭配白素、山药 可以起到健脾、合胃的功效 第三,抗菌消炎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茯苓的兼剂 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细菌 有着十分明显的抑制作用 所以在身体发生了感染 出现炎症的时候 也可以用一些茯苓来缓解 第四,缓解水肿 要是出现了小便不利 身体浮肿的现象 也是可以使用茯苓进行缓解 第五,促进新陈代谢 在茯苓中含有多聚糖类 以及胆碱、脂肪、卵离子和甲铭等多种元素 对人体有着很好的健脾、宁心的作用 有效促进新陈代谢 提高人们身体的免疫力 茯苓清洗干净,空水拉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薏米 薏米是一种常用的药食同源的食物 对我们的身体具有多种好处 它是一种温性、微苦、微干、骨类食物 在药用中常作为清热、利丝、益气、健脾的药物 薏米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B足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具有降低血糖、促进胃肠蠕动 补充营养等多种作用 第一,薏米具有清热利丝的功效 它可以帮助人们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湿气 对于患有水肿、通风、腹泻、腹肿等症状的人非常有益 第二,薏米还用于被辅助治疗 湿疼、痴疮等皮肤病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 让皮肤变得更加健康 第三,薏米还具有补益作用 它富含营养成分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 薏米可以帮助补充体内缺失的营养物质 缓解因为疾病或是饮食不良造成的不适 薏米还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 从而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第四,薏米含有降低血糖 它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可以帮助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保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 因此薏米被广泛应用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辅助中 第五,对于身体虚弱疲劳状况的人来说 薏米也是被认为非常有益的养生之品 接下来准备10克左右的枸杞子 枸杞子是一种传统的中草药 它在我国被广泛使用已经超过几千年 枸杞子是一种营养丰富 口感独特的小型果实 在医学和药学领域 枸杞子也有广泛的用途 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第一,枸杞子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它因为含有非常高的维生素C和矿物质 可以帮助体内利用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 第二,枸杞子还被视为一种帮助维持良好势力的天然食品 这是因为它富含特定营养物质 可以保护眼睛和减缓眼睛老化 以及减少眼睛疲劳的问题 第三,枸杞子还被认为是一种补血食品 它不仅可以增强体内气血循环 还可以在调节内肥密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枸杞子还有利于保护肝脏和生殖系统的健康 降低血脂和血糖 消除体内的疲劳感、延缓衰老等等 枸杞子清洗干净 用漏沙把它控水捞出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一米、茯苓、枸杞子全部放入养生糊里 加入适量清水 按花茶的键煮上15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尿酸高并不仅仅是因为病虫口禄 实际上人体血液中约20%的尿酸 是来源于外源性瓢磷食物的摄入 其余将近80%的尿酸 是人体自身代谢所产生 除了代谢环节异常 如果排泄环节出现问题 即便你严格忌口 尿酸也不会降 反而还会生 所以我们这一款食疗茶饮就很适合 隔三差五喝一次 有效降尿酸还可以防止发作 特别是肥胖的人 中老年人等痛风的高危人群 可以每天喝上一杯 芙苓一米枸杞汁加在一起 有加速尿酸的排出 防止痛风发作的作用 时间到了之后 把它倒入杯子里 稍微晾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饮用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跟我们下个视频 感谢观看